我覺得數學真的很沉悶 學圓形、正方形、一圓二次方程、聯立方程 我完全不明白有甚麼用 數學的過程太複雜 如果一不小心計錯的話 整題都錯了 我覺得很麻煩就要重新計過 數學有很多東西背 又要小很多東西 寫完後會計錯 又要花很多時間做工學 我覺得數學真的很麻煩 َّBiDiYOU'R O'BiI 裴個屁所 都不會有好夾 我覺得理想是因爲自己釣耳而輕心 平時老師教的事情 不要去奴妓、理解 因為自己可以隨便 本工就可以過關 我之前考數學時 我是非常緊張的 擔心自己會考得不好 而且我當時是沒有好好的預備 導致我做卷時 經常時間不夠 漏空可能幾體 一兩板 多點去理解 多點去練習 練習不同的題型 這樣考試的話 正式就會有理想 才會有進步 數學我覺得其實是要做多一點 然後你才可以熟習的題型 而且老師上課時 我都會寫了一些筆記 這樣就可以令我自己 記住一些重點 一般回家都會做數 鞏固老師之前上課教的東西 不可以就那些原色的題目 都會在一起 考試之前都不去問老師 真的會一直不懂 我平時讀數學 通常都是課課之前會自習一下 我上課的時候就會更加了解到阿Sir 所講的課題的內容是甚麼 學完每一個課題之後 我會先從書中找一些最難的題目來做 解完之後 如果答案是對的話 我就會再在網上找一些更加難的題目 去挑戰自己 鞏固自己之前學到的知識 自己努力了一會兒 如果之後還是做不到的話 我通常都是會請教老師 我們有一個學習小組 如果遇到難題 我們會大家一起提出來 在小組裡一起解決 我一般都會通過做數 來維持我對數學的熱情 你每當解完一個數學難題之後 你都會很有成就感 對我來說 那個就是一個可以維持我熱情的東西 其實數學是很好玩 只要你肯試第一步 第一步永遠是最難的 但你試了的話 你都會發現到數學的味 我想多謝孫培根老師和鄭文希老師 我希望可以在這裡感謝一下 何樹康老師 梁達文老師 陳澤新老師 和盧建神老師 我想多謝就是程吉志老師 梁國杰老師 劉志良老師 和盧仲行老師 我覺得有時面對 一些不太懂計算的數 最重要就是要出動草稿子 然後將自己的意念 想到的東西 在這裡是否都寫下 將數色承大 有時整一下整一下 前前後後合起來 就發現會做到數 另外有個很重要的步驟 我就要將那些數色很整齊 一步一步這樣 不跳步 寫完出來 寫出來的過程 就會令自己對數學的 每一步的原因邏輯很掌握 而且看回自己的成果 好像做了一個大作 是很有滿足感的 好 想跟我說的是 考試前一定要休息足夠 睡眠方面 我建議睡覺八個小時 考試前一定要吃早餐 吃早餐都可以有很多種選擇 我認為最好的選擇 是吃一條小腸和兩顆雞蛋 這樣考試就為大肌兩口一百分 最後我想跟我說的是 考試要加油 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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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